各位好,我们来看范例3 如右图有一个均匀的长磅 那一端是在千子的墙上,一端是用细绳拉住 重量为2w的物体,挂于距离墙四分之一磅长 所以这边是全部的四分之一 如果说全部是1的话 那呈现水平的时候请问墙壁对棒的作用力是多少 这一题就是我们要做尽力平衡的分析 那首先呢,先把力都画出来 首先它说,它是重量w的均匀 均匀的话,它的重量就可以视为在对称中心 就是重心就在对称的中心,几何中心 所以这个是w,w作用在木棒上 然后呢,还有一个2w也是作用在木棒上 我们在分析这个的时候 都是要先选定主角,今天主角就是木棒 那还有受一个力啊,就是绳子的张力 其实还有受很多个力啊 就是都把它画出来 一个是绳子的张力啊 绳子的张力沿着这个绳子 一定是沿着绳子的拉力 然后还有啊,还有这个 这个枢纽,枢纽的力啊 那枢纽的力这里我们会 我们会给它分解哦 分解成水平方向的枢纽的力 还有牵直向的 到时候再把这两个呢 用必识定理去合成哦 Fy,啊,又小f好了 小fy 跟小fx 那我们取的坐标呢 就是x就是 向右是x 向上就是y 好,那接下来就开始劣势了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先用合力举为0 并且我们选择以这个枢纽为参考点 以枢纽为支点 以枢纽为支点 那因为fy 和fx通过支点 所以它们就不会造成力举 那就会造成 力举 都是0 都是0 那唯一有造成力举的是 这个 还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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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力举是要 乘上力弊 那所以我们可以写说 2w的力举 是多少 是顺时针 对不对 因为它相对于这个点 2w是这样向下拉的 所以是顺时针 让它这样 顺时针的转 那就是4分之1 L L是全部 L是全部的棒指长度 这是力弊 乘上2w 这个是我们的2w的那个造成的力举 那 w呢 w的话 则是2l 2分之L乘上w 那也是 那也是 顺时针 那剩下一个t t的话 它写写的拉 它写写的拉 实际上 造成力举的 只有垂直的部分 只有垂直的部分 那这个垂直的部分就是 t的sinθ 30度 tsin30度 就是2分之t 那如果都看大小的话 就会是L 然后乘上2分之t 那这三个合并嘛 t的话 张力t造成的力举 是顺时针 还是逆时针 是逆时针 所以会跟另外两个 重力造成的力举抵消 所以 t4分之L乘上2w 再加上 2分之L乘上w 就它的大小呢 就要等于 L乘上2分之t 这样我们就可以算数t t就会等于2w 这样子 那么 算数t了之后 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是 合力举为0 第一个是算合力举为0 第二个是 千直方向和水平方向 坐标分解 然后分别去 去 直角坐标分解 然后分别去处理 合力为0 Y方向和X方向 合力要是 都是0 它才会禁止不动 所以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 X方向 X方向有这个 向左的力 它有没有向右 有 就是t这里 t有一个分量 就是cosθ 就是cosθ tcos30度 向左 好 所以 fx的大小 就会等于t乘上2分之根号3 也就是根号3 因为t是2 也就是根号3w 所以fx是根号3w 那y方向呢 y方向有向上的fy 还有向上的t sin30度 还有吗 还有向下的 向下的2w 和向下的w 这四个要互相抵消 所以向上的fy 加上t sinθ t sinθ就是2分之t 就要等于向下的 2w加w 那还记得吗 t就是2w 所以这样的结果 fy就是多少 fy就是2w 那最后的结果 他要问的是 枢纽 墙壁对于 棒子的力 就要把fx fy 这两个都是 都是来自墙壁的力 那这两个平方下加开根号 才会是我们要的所求 才会是我们要的 这个 t字 是受到墙壁的合力 f 所以 答案就会是 就是 根号3的平方就是3 然后2的平方是4 所以最后是根号7w 答案就是a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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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